開箱先來浸泡粉絲 溫水五至二十分鐘好了 不要浸超過半小時 否則就會垃圾停 水要浸過面 之後就是醃面至豬肉 先下調味 攪拌呀攪拌 入味後就做上臉色 下些生粉補濕 下些些蔡油精華 好了可以把肉放在一邊 剩下蒜蓉 這個稍後下鍋 哼哼 我們現在要開醬汁了 這個是整個菜的靈魂 我們就要一個上湯底 加色和加味 不是每個家都有清雞湯 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把雞粉和水 扣開它 就是湯底咯 喜歡吃辣的呢 可以這個時候加些豆瓣醬 終於可以開火了 首先燒烤鑊 下少許油 爆香的豬肉 炒散 當它八成熟的時候 就可以加上蒜蓉 嘩厲害呀 立刻要關廚房門 豬肉糾成熟的時候 就可以加我們調好味的上湯 嘩 煲湯 這麼多水不用怕 一會粉絲就會吸收 湯滾起之後 就可以放乾水的粉絲 粉絲會慢慢吸收 這個時候你可以休息一下 洗一下門 話說 螞蟻上樹 這個菜 是經典的四川菜 來的 因為上菜之後 擺盤軟體 有些好像螞蟻 在樹上 所以就有這樣的名字 你知道 中國人的眼睛這麼小 看東西 是朦朧一點的 真的不太明白 為什麼四川菜的名字 總是不開胃的 還有一味什麼 麻婆豆腐 醬汁未收乾 要養一下 務求肉碎和粉絲 可以混在一起 粉絲太長 切一切 否則會蓋死 湯汁收乾的時候 就完成了 把蔥粒倒進去 好 關火 休息至少三分鐘才上碟 不是只煎牛扒才要休息 今次煮粉絲的原理都差不多 因為當粉絲降溫的時候 就會同時慢慢收縮 這樣會彈口一點 而且又沒有那麼黏 黏一塊 不要吃 最最最最重要的是 就是攤凍的過程 就會令粉絲離鑊 洗的時候不太辛苦 最後加少許麻油 哇 香噴噴 大功告成 再次煮粉絲 再次煮粉絲 再次煮粉絲